大家好 小弟今天在這裡為大家示範一下 用拋光機去打磨你的手錶 其實小弟並不是專家 只不過今次就示範一下自己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大家要準備的 就是你需要打磨的手錶 一張最幼的水磨砂紙 還有膠紙 預備你打磨的時候 將錶面的水晶玻璃的鏡面貼住 還有呢 一定要準備一個口罩 因為打磨的時候會很大層 所以一定要有口罩去幫助你 以免吸入這個塵埃 OK 在打磨的時候 其實剛才我Rehearsal的時候 已經是把你的手錶 試過打磨 這些位置經過打磨 就亮很多的 而這些部分呢 就未經過打磨 因為這個精工是很多年前的 所以呢 花痕呢 都是數不清這麼多 我先示範一下 普通的打磨給大家看 現在大家眼前看到呢 花痕都比較厲害了 OK 那我們就開始打磨了 打磨的時候呢 要準備一粒呢 將這個打磨機裡面 放進去 對 那大家打磨的時候呢 如果是要不打磨的部分 要用膠紙把它封好 那就確保它呢 就不用被打磨機碰到的 那由於這個錶 我不需要這樣做 所以我直接就在大家面前示範 把手錶呢 放進去 平均受力感去打磨 那其實不是太難的 平均受力 由手錶裡 將那個 鋼呢 拋回光去 OK 好 停停停 那大家在拋完的時候呢 會發現呢 錶面那裏呢 其實呢 就黏了很多黑色東西 那我叫它這些呢 就叫做納屎 OK 那大家要準備一塊眼鏡布 因為當你打磨完的時候呢 其實錶呢 會黏了很髒 那你將它抹乾淨 將蠟絲抹乾淨 將蠟絲抹乾淨 那之後呢 那大家就可以見到 這個手錶 跟剛才那個分別 是不是差很遠呢 亮很多 那一般呢 那一般呢 那一般的花痕呢 就已經處理了 前後都不用 用幾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OK 那至於這些位置呢 我又增加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留意不留意花痕 如果那個錶呢 是有些較深的花痕 那我們就需要一個水磨的沙紙了 那怎樣做法呢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首先你將它不用磨的部分 用膠紙把它封好 封好 封好之後呢 那就用這個水磨沙紙 好平均地 用力這樣去把它磨回光滑 磨回平滑 那由於它避光鏡頭啦 所以呢 做的時候呢 是比較不避光手的 那麼呢 將它磨回光滑 用水磨砂紙 磨光滑後 接著 再打磨 磨的時候 要平均用力 順著方向 磨 如果不是平均受力 就會出現 一邊厚一邊薄的情況 而且不可以亂磨 是順著方向 紋理出來 OK 磨完之後 先看看 變成磨砂面 接著我們再開機 把磨砂面 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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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磨砂面 大家在拋開時 要留意 不能夠過分用力 因為始終它是鋼面,如果你拋得多,是有機會脫色的 當然視乎你的錶的質地 如果你質地靚的,其實就不會那麼容易 好,又看一看 把它抹乾淨 所以,如果大家平時有拋光機,你說多方便 這裏呢,就是剛才剛做完的部分 先鬆緊給大家看 即時就好像換完一身 當然現在只不過,未真的拋到最完美 但我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明白到,原來拋光就是這麼簡單 短短幾分鐘,手錶就變得好像新的一樣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不妨可以試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